这里再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咱们对于一些训练模型的时候 参数选择咱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衡量的 那么首先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咱们在写这个 春点普通的TNT 也就是咱们整个神经网络架构的时候 我们看这回咱们选择的是AlexNet吧 如果说大家想把准确率再往高提一提 咱们就不说是这个人类检测任务了 就是任何是任何一个任务也好 比方说咱们现在的一个准确率达到了80% 那么咱们该怎么样给它再往上提高一些呢 通常情况下咱们需要选择一个更深度的网络 也就是说这个网络 咱们可以把它的模型构造的更深一些 比方说这个AlexNet它不是一个八层的网络吗 咱们可以用VGG来代替它可不可以呢 比方说用那个16层或者是19层的一个更深度的网络 用这个更深度的网络 可以使得咱们整个的层数更深 层数更深咱们来想一想 它是不是加入了更多的卷积操作 加入了更多的卷积操作之后 我们来看在这里 加入了更多的卷积以及更多的软路函数 还有更多的一些 反正就是它的整个层数是更多了 更多层数呢 能帮咱们把特征总结的更全 那么其实呢 这个无论是卷积还是迟化 无论是卷积还是迟化 都相当于对咱们特征进行了一步似的特征提取吧 那么对于VGG网络来说因为它的卷积层数更多 所以说它提取出来的特征也是越多的 那么对于这些提取出来的更多的特征来说 咱们利用起来 效果通常情况下 要比咱们的一个AlexNet它的效果要好一些 我也是做过这样的实验 就是说一个非常简单的十分类任务 之前做过一个表情识别 如果说用AlexNet来进行分类 大概准确率在75%左右 我什么操作都没有进行变化 只是说我把AlexNet换成VGG之后 它的效果就会从75%达到80%多 就是说这个网络会对咱们一个最终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么现在就是说 现在一些比较经典的网络是什么 大家我觉得如果说 大家要是去用一些网络进行训练的话 我觉得VGG是不错的 因为VGG这个网络 无论是从深度上来说 还是它从一个使用的一个情况来说 都是比较好的 很多优秀论文 都是基于这个VGG的网络来进行实验的 这个就是说当咱们在进行调试 或者说进行训练网络的时候 咱们也可以采取不同的网络 看一看不同的网络 到底会不会使得最终的结果发生多大的变化呢 这个是咱们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一个数据增强的策略 数据增强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比方说咱们现在这里 春里边不是有大概个三万多张数据吗 那么这三万多张数据 是不是相对来说 显得还是有一些少了 咱们也可以对它进行一些变换吧 怎么变换 比方说一个数据 这里给大家画一下吧 比方说一个数据 它就是一个人点吗 数据不够了怎么办 我可以对原始的数据 进行一些偏移啊 翻转啊或者是竞相变换呢 或者是很多种操作 比方说原来是在这块 原来是相对于这个图来说 是在这个位置 我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平移吧 往右平移一下 然后呢让它歪一些行不行 咱们做人员检测 不光要能检测出来一个正点吧 我检测出来一个歪的人点 是不是也正常的 我让这个头它往右歪一些 让这个头往左歪一些 都可以对咱们原始的图像 进行一个变换吧 那么咱们就可以选择 这样一种随机的策略 比方说每一次我随机的 沿咱X轴和Y轴进行一个变换 再沿着咱们一个 就是rotation一个角度进行变换 再沿着咱们一个缩放 或者是扩大尺度进行变换 都是可以的吧 咱们可以做很多种变换 这些变换完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由一个数据 甚至是由一个数据得到十个数据 这些变换其实我是经常做的 咱们拿一个数据变换成了十个数据之后 咱们想一想 原来咱们有4万张是不是接下来咱们就有40万张了 一个数据增强的策略会使得咱们模型效果 会发生一些提升的效果 但是呢能提升多少还不太好说 还要看你这个数据具体去做实验 才能够得出来这个结论的 这个就是一个数据增强的策略 如果说你不喜欢用这个OpenCV来去帮你完成这个数据增强 你也可以用一些其他的库 比方说一个叫做Keyros Keyros这个库里边 它给咱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方案 就是说Keyros那里边直接就有一个函数 它就可以帮你做很多种数据增强 从一张图像变换成几十张 跟玩儿一样 咱们可以自己去选择 如果说用OpenCV呢 咱们就写这样一个变换矩阵 这个变换矩阵呢 它会帮咱们把数据做很多种变换的 其实来说都是很方便的 这个是从数据的角度来说 数据和模型咱们说完了 咱们再来说一说训练 在训练的时候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Sore吧 在训练的时候 是不是说我可以每多少次一保存模型啊 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做这样一件事 就是说我先训练个十万次吧 然后我每隔一万次来观察一下 比方说我观察到第五万次 第五万次的结果还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呢 第六万次 六七八九十 这之后开始啊 模型就呈现了一个过拟盒的趋势 过拟盒越来越明显了 什么叫过拟盒啊 就是说这个Tron loss是非常非常低的 但是Tesl loss是很高的 这样的模型啊 对咱们来说是没有用的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也咱们需要减少学习率吧 怎么减少呢 在哪步减少咱们能最省事呢 咱们刚才不是说每一万 每一万次迭代 咱们可以把模型保存下来吗 那么既然我发现了第五万次之后 它是发生了过拟盒 那说明第五万次它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吧 咱们可以做一个Funturn操作 Funturn操作啊 就是说接下来我再训练网络 咱们来看这块一个春点SH 我用这个打开吧 咱们在训练的时候 是不是说可以指定一个权重参数啊 咱们再重新训练一次 这回呢 咱们指定一个权重参数 这个权重参数等于什么 就等于咱们第五万次网络迭代的一个结果 用第五万次网络迭代一个结果 咱们当咱们一个权重初始化的参数 那是不是就是说 咱们之前不是第五万次之后效果都不好了吗 这回咱们把第五万次再拿过来 让它重新进行训练 在训练的时候啊 咱们需要指定一下这个sore 在这个sore里呢 我需要把学习率改得更小一些 让它每一次都是进行一个微调 比方说现在是0.001嘛 我再调小时倍0.0001是吧 咱们让学习率更小一些 再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一个学习 这些都是咱们实际过程中 要使用的一个策略了 然后呢 这就是咱们可以调节一些操作参数 可以做一个funturn操作 这些操作都会使得咱们模型的效果 发生一些改变的 那么最后啊 就是一个模型评估的问题了 咱们需要评估一下 咱们的模型啊 到底检测的效果好不好 那么评估是怎么评估呢 通常情况下 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也就是说啊 这里咱们需要才参考一些资料了 比方说啊 就是对于这个人点检测任务来说 咱们需要算一下咱们检测出来的人点 比方说 我的一个 这个人点吧 比方说 这个是我检测到的一个人点 我需要看一下这个检测到人点 跟咱们正常的 比方说它一个给定label 咱们人自己画出来的 这样一个label 它的一个IOU的比例是多大 如果说超过90% 我认为咱们当前检测的效果是合适的 咱们评估啊 有很多种不同的评估的方案啊 这些都需要大家自己写一个脚本 来去实际的衡量一下 那么这些啊 就是咱们在网络训练的时候啊 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以及呢 可能使得咱们网络模型啊 最终发生改变的一些因素